刚出的红豆饼你看撕开来 里面有满满的内馅还冒着白烟 像我这一颗内馅十足的红豆饼 一颗是30元 而你印象中一颗红豆饼大概是多少钱呢 手掌一样大的红豆饼 饼皮厚实红豆大颗 是不少人从小吃到大的最爱 但红豆饼美味不变 价格却变很大 有网友发文分享 家里附近的红豆饼 一颗买25到35元 让他吃得心好累 问这个价格合不合理 有网友附和 25到35也太贵了吧 但也有人缓夹 料够多 够大颗 25元可以接受 有人则回忆 以前三颗10块钱 现在一个就要15元 通膨回不去了 但其实现在红豆饼价格范围很广 有百货公司店家一颗卖50元 相当于半个便当 主要因为房租和成本 但是也有小摊贩 维持最初的一个铜板价10块钱 它真的还没有好耶 那有肉 老板快手速 翻面甜馅料 一气喝成 不过10元的红豆饼尺寸偏小 饼皮也比较薄 内馅也没有大颗的那么多 仔细看老板使用的模具 一次出炉20颗 一天可以卖大约200颗 定价10元的话 一天进账大约2000元 实在比不上连锁店的规模 但是老板说古早味有古早味的做法 说好吃我不敢讲 但是我觉得是我们就是比较传统 东西就比较简单一点 这个东西是我爸爸留下来到现在 等于是很多他以前老客人 小时候吃到大 现在年纪都是贝贝 能做多久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尽量一样熟客就像朋友一样 不管贵或便宜 民众还是爱买红豆饼 毕竟吃的不是价格 而是吃下去满满回忆的珍贵 东森新闻吴才仙李仲祥 台北报导